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是胡牧师 从三月中到现在 钻眼间要进入六月了 我们知道在过去这段时间 美国 世界都有很大的改变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内心都有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担忧 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今天我读到的经文 是在诗篇第42篇的第五节 诗篇第42篇第五节 大卫这样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祂笑脸帮助我们 我还要称颂祂 诗篇第42篇第五节 你心里忧闷 烦躁吗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我的心啊 荡漾往生 祂用笑脸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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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知道当我们面临前面道路的时候 我们有忧虑 有烦恼 这是难免 主但是你借着诗人提醒我们 我的心啊 你为何游闷 你为何烦躁 主啊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特别大卫提醒我们 当我们来到我们的内室的时候 主你在那边等候我们 你要用笑脸来迎接 来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大卫他的一生 每次遇到困难 他就来到他的内心 他自己说 他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也就是来到主的面前 瞻扬你的荣美 在那个地方你对着他 他对着你 神就对他说话 这是我奉主的名 照圣经所应许 当有烦恼 有忧闷 这样的人来到主面前 你用笑脸来帮助我们 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帮助 是我们的安慰 也是我们能力的来源 奉主的名安慰 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 让主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寻求前面道路的时候 主你对我们说话 我们就平静安稳的来跟随你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今天特别把安慰 把能力 把力量赐给弟兄姐妹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 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 愿你平安 愿你和你一家都平安 愿你所有的都平安